万众瞩目的任牙父子大战片终于来了 地表最强的称号最终会花落谁家呢 身为永次郎的女人 任牙的母亲也是一个狠角色 小时候为了保护弱小的任牙不被杀掉 她主动赴死成为了永次郎的对手 在与皮克大战后 神一号红叶帮任牙做了的全面检查 然后就让她回去等候检查结果 可等到晚上 好红叶看到任牙的脑部图片大吃一惊 连忙喊来了国内最顶尖的脑科专家早墨 询问她对此有什么看法 原来任牙的大脑与常人不同 她的褶皱形似一副恶魔面孔 早墨猜测鬼脑主人的个性肯定和恶魔一样 而此时的某处公园内 突然涌现出了一大群老鼠 其背后的原因只是由于任牙从那里经过 与此同时 烧姜还在房内回想着小阿里被任牙击败后的表情 曾经看那张帅气并且无比自信的脸 在那一瞬间彻底崩坏 烧姜对她只有同情 随后紧紧抱住了对方 直到她的衣服被泪水完全打湿 小阿里这才恢复了原状 向烧姜表达感谢后 她好奇对方为什么要抱自己 而且还抱得那么温柔 充满热情 对此烧姜也解释不清 虽然二人不是恋爱关系 但也可以有爱的行为 换句话说 烧姜是想给小阿里母爱 听到这话小阿里也彻底明白 自己不仅在战斗中输给了任牙 在恋爱中同样也输得一塌糊涂 她甚至连成为失败者的资格都没有 小阿里只能默默离开 将自己的那份爱永远埋藏在心里 到了第二天 烧姜当出门就遇到了任牙 二人结伴而行 还是烧姜率先打破了僵局 他询问任牙为什么不问问自己最近过得怎么样 任牙听话照做 而烧姜却傲娇地回了一句幸福着呢 就这样 二人再次重归于好 可到学校没多久 任牙就又被不长眼的小混混盯上了 他们想让任牙乖乖把钱包交出来 否则就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任牙的身体竟然散发出了光芒 据现场的小混混描述 当时他感觉拿在手中的刀在不停缩小 直至变成了如同钥匙链般的无用存在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声音从小巷外传来 消灭了任牙想动手的欲望 间接救下了这两个小混混 放二人离开后 利谷川带着任牙来到了一家咖啡厅 他意识到史上最伟大的父子之战即将打响 可任牙却说这只是父子间的闹别扭而已 经历了这么多 他不明白自己对永次郎的感情真的是憎恨吗 杀了对方就是为母亲复仇了吗 原来任牙母亲曾经嫁入过世界级大富豪的家族 本来是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然而突然有一天 他遇上了地表最强的男人 在看到别人重伤甚至被终结生命 他竟然无比渴望再见到这种景象 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残念性被永次郎一眼就看穿了 于是永次郎便闯进了大富豪的家族 杀光所有人后将其带走当老婆 想让他为自己生个儿子 任牙的日常以及训练都是他一手操办 他想将任牙养育成最顶尖的格斗家 而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永次郎的爱 对任牙这个儿子毫不在乎 只是把他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吧 永次郎想要任牙能强大到与自己一战 如果这个女人不能把任牙训练到让他满意 那二人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丝关系 为了得到永次郎的爱 他找上了任牙 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断殴打这个亲生儿子 任牙询问母亲 如果自己能击败永次郎的话 那你会爱我吗 这直击灵魂的话语让他的母亲不知如何回答 在任牙挑战永次郎失败后 他亲眼目睹了永次郎抱住母亲 然后猛然用力将其杀死 利古川不知道那些泪水到底是为何而流 然而任牙却告诉他 那是母亲的愿望达成的满足泪水 但任牙自己的人生还没有圆满 在利古川的责骂下 任牙淡定地喝了一口咖啡 随后告诉对方 自己在被永次郎打中头部后 脑中仿佛听到了天使的话语 因为永次郎那时候想对他下杀手 可母亲却在这时站了出来 一拳狠狠打在了永次郎的脸上 然后挺起胸膛说由自己来当他的对手 而挡在永次郎面前就意味着向他宣战 是母亲用生命救下了任牙 想到此处的任牙T4横流 因为母亲的那番话他才能不断变强 直到现在拥有了可以挑战永次郎的资格 作为地表最强的男人 永次郎的实力究竟能有多强 任牙只是用鬼脑模拟出永次郎 与其交手的瞬间 产生的巨大冲击让整个东京都震了好几下 民众还以为发生了地震 但实际上这只是任牙被打进墙里所引起的反应 闲来无事的永次郎这天找上了监狱里的奥利巴 在二人交谈中 奥利巴询问永次郎对任牙与皮克的对决有什么看法 听到这话 永次郎却表示 弱者将强者逼入绝境 并且迫使其使出了格斗技这样的武器 这结果当然是弱者取得了胜利 奥利巴摆好姿态向永次郎挥拳 但下一秒他就被带着拳套的永次郎一击打飞 狠狠砸到了书架里 拳击并不是奥利巴的强项 于是二人双手抓在了一起 决定通过比高低来决出胜负 头部位置所处海拔更高的那个人便是最终的胜利者 这一刻奥利巴的头部海拔为1105.8米 而永次郎则是1106.3米 永次郎不出意料地获得了这次力量对决的胜利 与此同时 德川老头找来了刚上任的首相 想用300公斤的钞票拜托他一件事情 那就是让国家默许任牙和永次郎的战斗 在防卫大臣的口中他们才知道 泛马永次郎曾经袭击过前几代首相的官邸 并且在事发之前他还发布了袭击预告 整整100名机动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 结果却被对方轻而易举地突破了 米国与永次郎还单独签署了一份友好条约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万利家 只靠手腕就能做到任何事 从远距离使用狙击枪也不能击杀他 全世界都渴望与永次郎联手 因为这个男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武器 假如有人天生就能拥有永次郎的万利 那么就一定会走上那条地表最强之路 与此同时 史崔登上尉正在军队教导学员 他找了一个学过职业拳击的人上场 命令对方使用权力杀死自己 但他刚上前就被史崔登暴击 当场失去了战斗力 其余学员接连上场 结果全都被史崔登用各种招式祭拜 在教育了这些菜鸟后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一小勺火药放到匕首上 然后用圆球将其扣住 小铁锤砸下的瞬间 火药便轰得一声炸开 匕首当场就被炸成两截 他把火药装进自己的手套以及鞋子里 全副武装过后便准备去与永次郎对战 因为想维持二人之间友好的关系 史崔登需要一年去杀他一次 不用理会宫廷与否 只需要想办法要了永次郎的命就可以 刀具 枪械 炸药 甚至核武器都可以使用 就在史崔登热身之际 永次郎却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史崔登被吓得后退竖女 然后向永次郎开始放狠话 还没等他说完 永次郎就突然笑了起来 这种话在前两年他已经听力了 这一击打的史崔登措手不及 永次郎认为他违背了诺言 还没开打便放弃了获胜的念头 可史崔登却没有承认 他笃定自己装满火药的拳头和靴子 只要能打中永次郎 对方就一定会输掉决斗 但当头盔落地的瞬间 他身上的防护就全部被打破 看到这一幕史崔登真破防了 当即就碰撞自己的拳头选择主动放弃 而另一边 任牙来到地下室面对着墙壁 用鬼脑努力模拟出了永次郎当对手 摆好战斗姿态的永次郎率先出手 任牙举拳赢了上去 二人接触的瞬间 整个东京都发生了剧烈震动 误以为发生了三级地震 家里的狗都被吓尿了 这一次碰撞以任牙被砸进墙里拉下了帷幕 等到第二天 永次郎来到了德川家中 询问对方有没有按时做健康诊断 听到永次郎关心自己 德川有些不敢置信 犯马永次郎这杀人不眨眼的 食人魔竟能说出这种话 老爷子勃然大怒 对永次郎就大声斥责起来 但下一秒他却没有了声音 然后开始大口吐血 跌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一幕正好被送查的仆人看到 永次郎临走时让女人找医生救治德川 原来永次郎不止专精于格斗 在不知不觉中他获得了一项特殊能力 能对进入视野中的任何人辨认出其弱点 上到微小癌细胞 下到嘴里的麴齿 永次郎都能将其映入眼中 这种能力远超现代的科技和顶尖医生 所以他才能在经历过这么多战斗后 依然未尝一败 而此时的忠心拳击馆内 失去一条腿的烈海王主动上门 想让对方指导他成为选手 剑教练有点担心自己的断腿 烈海王当即就露了一手 这个男人身为拳击冠军 在烈海王的手中竟然一招都抵挡不住 就在刚刚 拳击馆来了一群记者来采访男人 他职业生涯中的全胜战绩 让众人赞不绝口 打发走了记者 男人开始了自己的日常训练 可偶然间他发现了旁边 被烈海王打坏的沙袋 当即提出要和对方练一把 并且向教练保证自己不会伤害烈海王 但烈海王看到男人的一瞬间 他就想拒绝这场比试 因为对方的实力 根本不能让自己用出全力 男人感觉自己被小瞧了 当即就戴上了拳套 他允许烈海王可以用踢击 可烈海王依旧在贴心地 劝阻对方不要和自己打 男人有些不耐烦 让周围的学员帮烈海王 带上了拳套 随后比赛正式开始 在烈海王摆好战斗姿态后 一旁观战的教练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烈海王的架势一看 就已经到达了登堂入室的级别 男人率先出手发起攻击 可还没等他碰到对方 他就被烈海王一击打晕 失去了意识 甚至这一拳男人都没看清 对方从哪边打来的 教练让烈海王好好练习 正经拳击的训练 可烈海王表示胜者为王 如果自己被拳击手击倒 那他到时候就会做那些训练 即使是倒立跳舞都可以 这番话让拳击冠军深表认同 可与之相对的 烈海王现在已经和全世界的 所有拳击手截下两者了 到了晚上 克斯在神星会总部独自训练 他虽然失去了右臂 但却自创出了独臂史 实力甚至更近了一步 就在他击打塑料带练习时 任牙突然找了上来 这家伙是徒手爬上的酒楼 二人刚见面任牙就不禁夸奖起克斯 竟然在手臂失去不久 就掌握了全新的流牌 克斯认为这就和剑的世界一样 将一把剑修炼到极致 即使对上二刀流也不会落败 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要不是置身于这独臂的处境中 他也不会有全新的领悟 任牙与勇次郎的亲子大战备受瞩目 堪称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对决 虽然任牙对勇次郎已经没有恨意了 但他还是决定要打这一架 因为父子之间并不需要其他的理由 来到休息室内 任牙在克斯口中得知 烈海王打算以中国武术挑战西洋拳法 从最底层一路打上去 直到被对方击败为止 等到第二天 教练让烈海王戴上拳套 打了第一场比赛 拿到了九战九胜 八次击倒的战绩 教练认为无论是体重还是技术 烈海王都比不上对方 在给他戴上头盔后 比赛正式开始 看着对方魁梧的身材 烈海王明白这家伙是个人才 并且臂展也出乎意料的长 男人率先出拳将烈海王击飞 通过这次短暂的交手 烈海王瞬间就发现了对方的弱点 男人的速度和力量都是上场 但握力却十分差劲 他缓缓走向对方 在其出拳的瞬间 烈海王用头骨前部赢了上去 直接将对方的手撞骨折了 随后他举拳瞄准男人 用来格挡的弓鼓 与此同时 在一家西餐厅内 史翠登将任牙想见面的消息 告诉了永次郎 听到见面的理由 永次郎轻轻爆起 气得把手中的餐具 都全部捏便行了 原来之前任牙找到史翠登 想让对方带话给永次郎 他想父子俩坐下来一起吃顿饭 可任牙和永次郎全都不是普通人 坐在一起吃饭更是天方夜谈 使翠登想到那场景 都感觉浑身不自在 而任牙也知道 这种事基本不可能发生 如果听到自己说的话 永次郎应该会当场爆粗口 但任牙还是坚持让史翠登带话 希望永次郎能给自己煮一回饭 任牙为了变强 竟然拜了一只蟑螂当老师 因为他能在瞬间以最高速度冲刺出去 省去了加速的时间 如果蟑螂与人类身高一样 那他的时速就能达到恐怖的270公里 人类要是按这个速度奔跑 下一秒就会当场惨死 因为二者的身体构造不同 曾经任牙目睹了蟑螂的死亡 其身体内流出了一种乳白色的液体 也就是说支撑这种恐怖速度的 并不是坚硬的肌肉纤维 而是液体 顿悟的任牙将自己的身体想象成一滩液体 然后猛然向前发力 与此同时 米国总统乘坐飞机抵达了东京 和日本首相见过面后 二人就开始聊起了 勇次郎与任牙的父子大战 他们认为任牙的力量 也已经接近国家级的水平了 众人正讨论之际 总统打断了他们的发言 然后掏出勇次郎捏碎的煤炭开始装逼 表示自己向食人魔提出了请求 对方当场便照做了 但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勇次郎就找了上来 外面的守卫已经全部被勇次郎解决 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失去的意识 面对这个地表最强男人 聚集在此的首脑们全都慌了 勇次郎重复了一遍米国总统刚才吹牛逼的话 然后拿起煤炭瓶 让对方把右手伸出来 总统听话赵佐 只见勇次郎将瓶子握碎 随后将粉末放到了对方的手中 让他当着神的面重复一遍当初双方立下的誓约 勇次郎不想让他们插手父子煎闹别扭的小事 如果有人敢干预 那就是代表向自己家族挑衅 看事情有点不受控制 米国总统当即说出了新声 他认为任牙和勇次郎之间的冲突如同国家的战争 作为国家的高官 他们必须负起保护人民的责任 听到这话 勇次郎不屑地笑出了声 最后警告他们一次后便转身离开了 与此同时 推广界的大人物凯撒也来到了东京 他此次前来是专门找列海王的 拳馆的众人见到凯撒全都大吃一惊 馆长刚想和对方搭话 凯撒却让他闭嘴 打量了一番列海王 他不禁对其被阔机发出了赞叹 随后上前打算找列海王聊几句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列海王竟然呵斥凯撒闭嘴 如果再打扰自己训练的话就请他出去 被训斥的凯撒丝毫没有恼怒 向列海王道歉后 他想见识一下对方的实力 听到这话 列海王默默拿起了一个老旧拳套 但列海王对自己并不满意 因为他选的这支是破损最严重的手套 非常容易将其破坏 可这一手把全场人都镇住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 真皮制成的手套是绝不会变形的 更何况是被破坏 而列海王此时还在苛责自己没有选新拳套的勇气 甚至决定从今天起退出拳坛 凯撒不想对方离开 因为在他的眼中这是一场战争 150年的拳击与4000年的武术对决 而且赛场上还可能会遇到让其想要逃跑的怪物 听到这句话 列海王的眼神瞬间就变了 果断答应了何凯撒前去比赛 代表4000年的中国功夫出战 在这一刻 列海王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了起来 带着拳击管的教练坐上了前往米国的飞机 而另一边 任牙在家做好了早餐 吃饱喝足后 他突然自言自语起来 原来这家伙用鬼脑模拟出了永次郎 假装这桌子饭菜都是对方做的 然后以为曾汤太贤为由激怒了永次郎 而现实中桌子并没有被打翻 吃过老父亲做的饭菜 任牙准备去上学 但开门却发现烧姜在门外 脸色阴沉地询问他屋里是不是藏人了 为了自证清白 任牙邀请烧姜进屋随便看 但烧姜想了想还是选择相信任牙 没过多久 列海王便跟着凯撒抵达了维加斯的豪华酒店 可来到这儿列海王便一言不发 对这种奢华的城市 他认为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工的产物 观赏植物是假的 自有女神像 埃菲尔铁塔 凯旋门 是深人面相 还有金字塔全都是假的 凯撒却表示这些假货的质量全都是一流的 比那些粗猎品的真货不知好上多少倍 列海王对此极为赞同 就像在中国武术界里也有数不清的假货 以传统之名而被继承下来的粗猎武术一样 即使等会儿要上擂台 列海王也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而他的对手是一名237厘米高的300斤壮汉 凯撒跳上擂台拿过麦克风 向观众介绍起了列海王这位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 想喝到饭马勇刺狼炮的咖啡应该怎么办 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强迫他跑 就在刚刚 史崔灯将韧牙的话带给了勇次郎 听到这小子如此猖狂 勇次郎当即就离开餐厅前往任牙的家 而此时的任牙正在泡咖啡 可突然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传来 让其头发都瞬间立了起来 他知道勇次郎即将拜访 贴心的帮老父亲也泡了一杯咖啡 等他准备完毕却发现 勇次郎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了桌子前 并且他在这期间没有说过一句话 只是默默拿起咖啡一饮而尽 随后询问任牙 你小子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父子关系吗 任牙看勇次郎面色阴沉 还以为他下一秒就会掀桌子 但没想到对方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问任牙还不害怕自己 任牙也是实话实说 他无时无刻都在害怕勇次郎 恐惧 战力 仰慕 憧憬 尊敬 还有憎恶 勇次郎好奇任牙为什么不把这种憎恶发泄出来 就像二人打架并不会确定好日期 然后按照双方都同意的规则进行 而是父子俩一起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件小事引发争吵 最终压抑在心中的憎恶才会发泄出来 勇次郎听到这番话感觉很有道理 随后突然话锋一转 质问任牙给自己喝的这杯是什么破咖啡 任牙瞬间就慌了 在任牙诚恳的道歉下 勇次郎也没办法继续找茬 索性单刀直入 表示自己对家庭的和睦不感兴趣 可任牙这时却语出惊人 想让勇次郎给自己也泡杯咖啡 听到这话勇次郎真是绷不住了 想喝自己亲自泡的咖啡没问题 但方法就只有一个 任牙看着被撕成四半的桌子心都要碎了 想让勇次郎赔偿的话最终也没能说出口 临走时勇次郎告诉任牙 如果他能做到的话 那让自己给他做饭吃也不是不行 说罢勇次郎便摔门而去 此时的任牙不禁有些后怕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开门叫住了勇次郎 对方还以为任牙要让他回去泡咖啡 勇次郎压抑着心中怒火离开了这里 但他并不知道 任牙实际上是想让他回来重新关一次门 在这之后不久 柴千春便在大街上拦住了任牙 单刀直入地想和对方打一架 他脱下外衣向任牙表达了歉意 然后便率先发起了攻击 面对着突发情况 任牙下意识地一拳就将其打倒 到现在他也没想明白 对方为什么要和自己打架 原来之前花山找到了柴千春 命令他去找任牙打架 并且没有告诉他其中的理由 而千春也是个狠人 带着这项艰巨的任务找上了任牙 他对任牙刚才的手下留情十分愤怒 柴千春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对任牙发起进攻 但迎接他的是对方的一套组合拳 将柴千春打晕后 任牙带着满心的疑惑离开了 可等他回到家却发现 苏醒的柴千春此时正堵在门口 继续要求任牙与自己打一架 见任牙没有动手的欲望 柴千春依旧主动出击 把柴千春打倒在地后 任牙便转身回到了房间 但没过多久 柴千春就恢复了意识 起身自顾自地做起了热身运动 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 感知到对方的难缠 任牙准备出去彻底解决战斗 可就在他开门的瞬间 柴千春的拳头就狠狠砸到了他脸上 原来热身完毕的柴千春一直在门外等候 听到任牙穿鞋的声音 他这才瞅准时机出拳 将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任牙打飞 然后缓缓走到任牙面前 用双臂把对方束缚住 紧接着发力将任牙甩出了屋子 完全是业余选手的柴千春竟然开始爆打任牙 他拥有着与之技术完全不匹配的战斗力 换句话说 柴千春不屈的斗志就是他的战斗力 此刻任牙终于明白了这次战斗的意义 你知道世界上有能剪断石头的剪刀吗 那就是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的剪刀 就在刚刚 柴千春让任牙明白了他要与其战斗的理由 但此时的柴千春明白 对自己而言 任牙就是一个大怪兽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消灭怪兽 柴千春以为对方会轻松躲开攻击 但没想到任牙竟然没有闪躲 反倒是用下巴印接下了他的拳头 随后暴风咒语般的攻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但是这场战斗不会这么简单的分出胜负 因为柴千春还没有认输 在任牙出门购物的路上 柴千春再次拦在了他面前 此刻的任牙准备让对方见识一下自己的柴千春 也就是说他要像柴千春那样战斗 因为这样才会让这场战斗结束 见对方模仿自己 柴千春瞬间爆目 当即就向任牙发起了攻击 而任牙却不闪不躲 静止地用自己的头迎了上去 将柴千春的右手当场撞骨折 接下来的一脚任牙也没有闪躲 再次用头接了下来 柴千春的腿骨也因此直接断裂 面对这种怪物 拥有钢铁般精神的柴千春都有些动摇了 见柴千春右手和左腿已经不能再用 任牙提议将这场战斗结束 没必要把剩下的左手也梦坏 但柴千春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然后举起了自己的左手 让任牙用眼睛接住自己的手指试试 这一举动将两人都逼到了绝路 谁先退缩谁就是输家 柴千春开始回忆自己之前的战斗 他曾主动以弱对强 彻底击溃对方的自信 这便是将弱点武器化的柴千春流 可现在任牙却用这一招对付起了柴千春 在之前的战斗中 柴千春从没用过自己的强项攻击敌人的弱点 而这次他也只是想让任牙支那而退 但此时的任牙已经做好了准备 并表示戳眼是一项高等技术 面对移动中的敌人 目标的大小只有两三厘米 击中的难度相当于同时捉住两只在空中飞舞的苍蝇 这对柴千春来说根本做不到 所以任牙决定主动出击 用眼睛去戳伸直的手指 他要用自己的眼球将柴千春的手指折断 面对如此七尺大乳 柴千春也只能硬着头皮站在原地 柴千春愣在了原地 从始至终他就没想过要弄伤任牙的眼睛 他本打算在接触前的那一瞬间握拳的 但由于任牙的速度太快 柴千春还没有反应过来十手指就被折断 而任牙此时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一招他将其命名为蟑螂冲刺 任牙回到家后用冰袋敷了眼睛 虽然里面还有些红肿 但也已经离痊愈不远了 他郑重地对自己的蟑螂老师行礼表达感谢 等到第二天 勇次郎在酒店告诉了史崔登一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他和任牙的战斗很快就会到来 但这谈不上是对决 充其量也就是父子间闹别扭而已 我就是你做饭要做饭 使崔登没想到这种话会从勇次郎的嘴里说出来 看来勇次郎真的变温柔了 可他话还没说出口 随后勇次郎把毒部叫了出来 表示自己坠入了爱河 问到对方是谁时 勇次郎竟然说是自己的儿子任牙 他已经迫不及待和对方战斗 现在不知不觉中勇次郎就会想起儿子的事 无论在做什么 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角落装着任牙 并且最近还经常会做梦 梦到任牙打败了他 但这种事情现实永远都不会发生 所以才会被称作梦 当采购食材的任牙回到家 他突然有了一种预感 那就是今晚父亲将会到来与自己吃饭 将勇次郎撕坏的桌子修好后 任牙下厨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当一切都准备完毕 勇次郎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玄关 二人相继落座 这顿最强父子间的晚餐马上就要开始 而此时任牙家周围已经站满了全副武装的防暴部队 勇次郎对此却丝毫不在意 向食物鞠躬表达感谢后便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见对方遵守这样的传统 任牙有些不敢置信 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一点都不了解勇次郎 就在任牙发呆之际 勇次郎突然开口训斥起了他 这种温馨的场景让任牙有些不适应 他不懂得这些礼仪 勇次郎却掌握得十分熟练 二人吃饱喝足后 勇次郎再次向食物鞠躬表达感谢 然后便安静地坐在一旁 收拾完碗筷的任牙鼓起勇气 让勇次郎今天帮忙洗碗 任牙紧张地回头查看情况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吓得汗毛倒数 他还以为勇次郎会用慈爱的拳头体罚自己 但没想到勇次郎却说来猜拳 输的人负责洗碗 任牙还以为自己能看到勇次郎洗碗的样子 但没想到勇次郎这家伙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将手指抵住任牙的拳头 随后开始用力 勇次郎你可真谢啊 对自己的儿子都耍赖皮 而任牙家门外的警察正在严密监控里面的动静 但下一秒勇次郎却突然出现 然后顺移到他们面前 看着这群在自己家周围转悠的家伙 勇次郎直接一拳打穿了防暴盾 心情不错的勇次郎没有对他们下杀手 而此时的任牙正在回想父亲刚刚对他的邀约 父子大战正式打响 勇次郎使用的鞭打疼痛胆会有多强 任牙此刻深有体会 在勇次郎向任牙发起吃饭邀约后 任牙便纠结起了明天到底该穿什么衣服 最终他选择了一身休闲装 抵达酒店后由服务人员带他来到了私人房间 这里是勇次郎经常用的房间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穿着西装外套的勇次郎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后面 他训斥任牙不懂礼节 可任牙却说从小就没人教过自己这些礼节 父亲传递的信息就只有要变强这一点 自知里亏的勇次郎只能让任牙先坐下 向服务员点过了餐 这对最强父子的晚宴就正式开始了 当二人吃饱喝足后 任牙还是向勇次郎问出了埋藏心底多年的问题 那就是对方当初为什么要亲手杀掉自己的母亲 勇次郎让任牙注意点分寸 但任牙却说这是作为儿子的权利 听到这话勇次郎强忍怒火 将手按在了桌子上 轻轻一用力就将其震碎 但是任牙依旧不依不饶地逼问 最后竟然一把抓住了勇次郎的衣领 暴怒的勇次郎释放出的气势 让整座酒店剧烈震动 可站在地震中心的两人却窥然不动 勇次郎深吸一口气 将任牙旋转着送回了座位 这场最强的父子大战就此打响 他用任牙对自己不敬的理由转移了话题 随后头发瞬间竖起 被打飞的任牙抓住窗户才没有掉下去 面对步步逼近的勇次郎 此刻的任牙却纠结了起来 想要逃跑又想要直面父亲 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提醒他 自己和勇次郎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可下一秒勇次郎却抓住了任牙的手 想要狠狠教训下这只抓了父亲脖子的手 这一巴掌的声音响彻夜空 然而打中的却是勇次郎自己的另一只手 任牙在关键时刻将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勇次郎对儿子的叛逆行为十分生气 决定在这儿好好管教一下这小子 他走出房间来到外面 向用餐的客人们表达了歉意 表示自己正在教训任牙这个不孝子 可他话还没等说完 任牙就起身向勇次郎发起攻击 结果下一秒他的头就被对方握住 然后带着任牙来到落地窗前 与他一起从百米高空自由落体 这操作把任牙都看傻了 他并不认为勇次郎会选择自杀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正常人高空坠落砸到车上的生存几率基本为零 而这对最强父子砸到车上则是毫发无伤 永次郎将任牙丢在地上 任牙也是年轻睡眠好 躺在地上倒头就睡 此时永次郎也不装了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 接下来就到了战斗环节 永次郎让任牙快点起来战斗 可任牙这家伙却开始撒娇 让永次郎拉自己起来 心软的永次郎听话照做 可任牙趁着父亲拉住他的时候 突然对其发起了偷袭 一巴掌狠狠扇在永次郎脸上 用左手握手本就蕴含着绝裂的意味 不仅如此任牙还明目张胆地发动气息 大庭广众下打永次郎的脸 此刻任牙的心中突然闪过不好的预感 军队拦在永次郎面前想要将其拘捕 可对方恐怖的气场让对面的士兵双腿发软 随后全都放下武器落荒而逃 大门的玻璃也在请客间被永次郎震碎 他打任牙时避开了要害 而任牙攻击竟然也特意避开了要害 作为手下留情的代价 永次郎准备再给任牙上一刻 他竟然用手捏住了儿子的脸 然后硬生生将其提在空中 任牙无论如何用力都挣脱不了永次郎的大手 只能任由对方将自己扔出去 任牙解开鞋带从地上一跃而起 将脚上的鞋子踢向永次郎 而永次郎一个歪头便轻松躲开 任牙接下来的攻击被永次郎化解 随后老父亲就再次给了他一个教训 落下的拳头停在了任牙眼前 直接用气场让其失去了意识 尽管永次郎没有以伤害对方为目标 但他毕竟是地表最强生物 这是任牙四年以来第一次承受父亲的打击 被这一脚踢中的刹那 任牙的脑中感受到自己无力的像个婴儿 自己与父亲永次郎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看到这幅景象 外面的部队开始紧急出动维护现场 而永次郎则是再次来到任牙面前 下面这招鞭打本来是女人和小孩子用的 但是此时拿来惩罚任牙最适合不过了 虽然杀伤力低 但造成的痛苦却是巨大的 任牙被这一巴掌当场打懵 随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可他的老父亲并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他 而是再次一巴掌打在了任牙腿上 直接将其痛得原地起飞 任牙那经过千锤百炼的肉体也扛不住这种疼痛 但永次郎忘记了一件事 那就是任牙也会鞭打 任牙以为自己也能听到父亲的惨叫声 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彻底傻眼 永次郎体表的血管全部爆起 将鞭打的疼痛分散到了全身各处 紧咬牙齿握紧双拳 愣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只为保持自己面无表情的状态 任牙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永次郎就再次开始了自己的教育 他告诉任牙攻击要像替父母报仇那样 瞄准敌人的要害 父子大战前的热身环节已经结束 二人全部摆出战斗姿态 接下来的战斗是可以瞄准要害的攻击 永次郎让任牙拿出自己的全部本领 与此同时 两架直升机抵达了酒店上空 下来的军队负责疏散附近的民众 他们都是德川用超能力派来的 老爷子让任牙全力以赴 最好将永次郎和这栋建筑一同破坏掉 原来他当当的左直拳出手的瞬间就被永次郎截住 然后将其弹飞到了墙上 永次郎看出了任牙依旧没有用权力 而自己面对这种侮辱也手下留情了 但这是他最后一次放水 身为地表最强生物的犯马永次郎 竟然被刃牙撞飞了 这就是他拜师蟑螂学习的最新绝技蟑螂冲刺 就在刚刚 永次郎这个大男人竟然向任牙开始撒娇 让儿子和自己认真打一架 任牙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恨不得现在上去给永次郎帮帮来两拳 但他知道这并不现实 于是便站在原地开始蓄力 将自己的身体想象成蟑螂 把大脑全部放空 用出了超越脱力的脱力 把仅存于潜意识中的肌肉纤维也全部融化 完成了彻底液化 随后通过进一步想象开始了企划 超脱力至此全部完成 此刻的任牙达成了只有蟑螂才能做到的最大出所 后面的玻璃并没有使永次郎停止后退 任牙一直将父亲顶到墙边 对他爆发出的力量 永次郎感到十分满意 可就在这时 任牙却继续发起攻击 直接将永次郎踹进了卫生间 被打飞的永次郎没有丝毫恼怒 反而有些好奇任牙是在哪学会的将肌肉纤维液化 然后再进一步放松将其变成气体 最终在一瞬间绷紧肌肉产生出强大的爆发力 这种境界已经远超了他的预期 过去的无数运动员与武术家都尝试过这种脱力 可从未有人真正达到液体状态 永次郎夸奖任牙有个好师傅 随后便打破墙壁将其扔了出去 但当他想跟上去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露出了惊讶表情 酒店外此时竟然聚集起了无数观众 被永次郎打出酒店的任牙刚刚起身 背后就传来了一股恐怖的冲击力 这些吃瓜群众正在为他加油助威 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个新闻报道 原来电视上紧急插播了一条消息 据说希尔顿酒店内发生了父子吵架 机动队与自卫队因此将其封锁 为了吃到第一手瓜 闲来无视的人们全都火速赶往现场 并且当场用手机开启了直播 任牙对此倒是没什么感觉 他只是觉得今天家丑要外扬了 但永次郎这边就不一样了 这位地表最强的男人此刻竟然有点紧张 因为现场的这种气氛让他感觉十分陌生 他从楼上一跃而下落在了任牙对面 想终止这场战斗 可任牙却果断拒绝了父亲 他感觉永次郎是害怕在众人面前出手丢脸 听到这话永次郎瞬间暴怒 趁对方愣神之际 任牙率先出手 对着父亲就是一套迅猛果决的三连技 随后跳回了原地 由于他的速度太快 围观的群众只能听见音爆声 此时的永次郎想起了自己曾经教过任牙 任何斗争都无法仅靠一方单独终止 所以这场父子大战在众人的围观下再次开始 事到如今任牙已经别无选择 他只能将自己的身体再次融化 把意识完全化成水 用蟑螂飞扑冲向永次郎 可刚刚还能将永次郎撞飞的技能 现在却失效了 完全不能撼动对方分毫 因为同样的招式永次郎不会吃第二次亏 任牙被老爹一巴掌拍飞了十多年 周围的吃瓜群众为二人让开了场地 只见永次郎向任牙缓缓走了过去 捂着脸的任牙突然抱起 眼含热泪地朝永次郎发起攻击 但迎接他的却是老父亲沉重的爱 此时永次郎的梦想终于成真 他所爱的儿子已经被完全养成 虽然任牙鼻血止不住向下流 但他依旧选择起身继续战斗 众所周知 在任牙这部动漫中只要头没掉就都是小伤 只要拥有强大的斗志 那么这些格斗家就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 把身体出血的地方完全止住 可无论任牙怎么攻击 永次郎都会恰到好处地抵挡下来 二人就这样陷入了僵持 在永次郎眼中 他现在就是在和儿子快乐地玩耍 目前任牙展现出的实力 毋庸置疑是继承了泛马一族的血脉 突然任牙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那个让他领悟 一九千万年前力量的好朋友已经来了 任牙当即举起双手 准备让他瞧瞧自己现在的实力 随后对着地面狠狠踩下 用出了从皮可那里领悟的三角龙拳 任牙的三角龙拳对上地表最强生物泛马勇次郎 最后到底谁会是最终赢家呢 就在刚刚 任牙用出了之前与皮可对战领悟出来的三角龙拳 用能量凝聚成的庞然大物把永次郎都看待了 脸上平淡的神情早已消失不见 任牙的这一招激发了永次郎心中久违的战役 随着任牙的身体逐渐消失 站在其面前的已经是一头真正的三角龙 永次郎时常会幻想于古代的恐龙交手 现如今他的儿子终于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永次郎缓缓举起自己的双手 以完全的战斗姿态迎接任牙的冲撞 只见一头高速奔跑的三角龙狠狠撞向永次郎 将其身体不停地向后推 二人角力时不小心撞到了后面的汽车 可他们的脚步却没有丝毫停止 以至于把汽车都掀翻了过去 虽然任牙是在模仿恐龙 但他的力量却得到了几何倍的加强 不仅能推动一百多公斤的永次郎 就连地上的瀝青都被踩碎了 见识到这最原始的力量 永次郎感到十分的欣喜 此时在两人的上空 皮克正以他8.0的视力观看这场大战 而永次郎这时告诉任牙 所谓的向行拳就是完成对目标的模仿 但那说到底不过是模仿大了 他准备传授给儿子向行拳的理想形态 随后永次郎一番操作过后 将双手缓缓抬到空中 永次郎双手向下狠狠用力 把衣服完全震碎后 他身体后面的鬼背完全显露了出来 顿时爆发出一阵刺眼的光芒 变身过程中甚至还有冲击波向四周扩散 而此时的任牙也终于发现了永次郎在模仿什么 此时的永次郎模仿的正是自己 他想不出来有什么生物能比自己更强 范马永次郎的形态就是终极形态 变身后的永次郎开始主动攻击 向着虚空中打出了一拳 紧接着看不见的压力就从空中飞过来 然后精准地击中了任牙 永次郎只是在亲自表演自己的攻击 世上没有比这更自然的向行拳了 但是任牙却指出向行拳的形态重点并不在外表 如果永次郎不清楚的话自己可以交给他 就这样 二人的大战再次打响 永次郎差一点点就碰到了地面 像这样倒地他都不知道多久没有过了 在场的其他人见状也全都大吃一惊 不清楚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再次起身的永次郎表示 虽然之前他已经承认了任牙是世间最精良的玩具 但没想到这小子还藏了一招 原来刚才任牙用0.2秒时间击中了永次郎 可大脑从处理到做出动作需要0.5秒 作为击倒自己的奖励 永次郎决定摸一摸任牙的头 听到这话 任牙却无意识流下了眼泪 这种父子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过去的18年里任牙从来没有体验过 如今永次郎却在打架期间提了出来 即使这是陷阱任牙也不在乎 他只想体验一下被父亲摸头的父爱 可就在即将被摸头的瞬间 任牙突然闪身躲到了一边 他还是做不到在父子对决的时候 把弱点暴露给对方 可下一秒永次郎还是把父爱强行给了任牙 在电光火时间任牙就被永次郎狠狠抱住 不管怎么挣扎都完全动弹不得 永次郎将手缓缓放到了任牙的头上 这一颗少年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眼中的泪水 玩够了的永次郎一把将任牙甩飞出去 不知道转了多少个两圈半 任牙这才平稳落地 但接下来迎接他的则是永次郎的全力一脚 可怜的任牙整个人都被踢飞了出去 然后重重摔在了地上 还没等任牙站起来 永次郎就用脚将他的头抬起来 对着他的下巴又是狠狠一脚 即使任牙在空中也没有逃离永次郎的魔爪 他上前对着任牙又是狠狠一技之拳 短短一瞬间承受了永次郎三次攻击 任牙痛苦地瘫倒在地 他通过疼痛切实感受到了老父亲给他的教育 这场战斗永次郎玩得很开心 现在是时候彻底结束任牙了 可突然一股气息出现在了永次郎身后 原始人皮克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战役 想跑过来插手这场父子大战 永次郎很早之前就想跟皮克交手了 但二人还没等开打 地上的任牙就突然爆气打向皮克 锦衣拳就将皮克的虎牙都打掉了一颗 面对任牙的攻击 皮克瞬间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可此时的任牙却远比皮克更加愤怒 周身都在散发着恐怖气息 虽然生活在白恶纪的皮克听不懂任牙在说些什么 但他也明白对方是在斥责自己 在远古时期的自然界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别人正在打架时禁止插手 皮克那能将原始至凯咬裂的牙都被任牙打掉 他自信心有些受挫 只能走到一旁默默蹲在原地 继续观看这场地表最强的父子大战 永次郎与任牙的战斗再次开始 这次永次郎率先出手 用刚才任牙打倒他的招式将其击倒 原来永次郎已经预料到自己儿子的迎击方向 解释完毕 他对着任牙狠狠踢去 可这一脚却被对方神奇地躲开了 见状永次郎再次出手 结果任牙却又一次躲了过去 永次郎这一脚踢中的只有附近的空气 当烟尘散去 任牙淡定地站在永次郎面前 并且双手全部插入了兜里 看到这一幕 永次郎缓缓向任牙走去 边走边将双手也插进了兜里 这表示他接受了任牙的挑战 接下来他们要比拼的是预知能力 用着拼速度地拔拳赛一决胜负 就像历史上剑豪之间的对决一样 又或是过去枪手之间的决斗一样 在0.5秒内拔出拳头 出拳速度快的人就是最后赢家 泛马一族究竟有多牛逼 从永次郎父亲那一辈就是无敌的存在 1000吨的弹药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甚至让米国指挥官都申请使用原子弹 画面先回到任牙与永次郎的父子大战 二人约定举行一场拔拳赛 谁的出拳速度快谁就是赢家 以两人为中心的空气都被扭曲 任牙目不转睛地盯着永次郎 可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 永次郎却突然放松 向任牙提出由自己来倒数 在5秒钟之后两人开始出拳 还没等任牙答应下来 永次郎就自顾自地数了起来 随着他的手指一个个弯下 任牙抓住机会迅速出手 通过身体下沉来拔出自己的拳头 而永次郎不愧是罪屑的家伙 他根本没用插在兜里的拳头攻击 反倒是挥出了倒计时的拳头 一拳狠狠砸在了任牙的脸上 与此同时任牙也发起了反击 模仿猛虎撕咬中恶部的秘笈 狠狠对永次郎来了一记西装 随后抱住永次郎的手臂将其狠狠压在地上 这一招名为虎王 是一种古老的作战技术 占据上风的任牙并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压制范马永次郎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下一秒无法动弹的永次郎却将右手举起 然后握紧拳头狠狠砸向地面 把手臂埋在了沥青下面 任牙被这一拳狠狠打飞 周围观战的奥利巴和独步都不禁感叹 除了范马永次郎应该没人能做出这操作 被打倒的任牙亮枪着站起身 他竟然被永次郎的这一招吓尿了裤子 可这并不影响他向父亲发起攻击 任牙上前一脚踢向永次郎 虽然攻击没有命中 但身上的热水还是淋到了永次郎 在空中的任牙没有落地 反倒是旋转身体再次踢向永次郎 但下一秒永次郎却再次给任牙上了一刻 只用腰便完成了回旋踢 同时还摆出了文明世界的叶问敦 任牙也不甘示弱 在落地时也摆出了跟永次郎一样的姿势 永次郎对任牙的战斗表现很是满意 于是他决定要唤醒任牙体内沉睡的贩马之血 把鬼背之力彻底觉醒后 永次郎拿出了真正实力 还贴心地提醒任牙不要被自己打死了 这一拳让任牙下意识伸出双臂防御 可结果还是被整个人都打上了天 狠狠撞到了远处的汽车上 任牙双脚刚刚落地 永次郎的攻击就再次袭来 直接将任牙打得失去意识 在古埃及的一座金字塔内 一支探险队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面浮雕 上面正是开着鬼背的贩马一族 并且正在被各种各样的兵器围攻 这意味着对方的战斗力已经远超了人类范畴 而此时鬼背拳开的永次郎还在不断攻击任牙 恐怖的力量将整辆汽车都全部摧毁 永次郎的每一拳都用出了全力 不把任牙的贩马之血打觉醒 他就绝不会停手 这时任牙终于后知后觉 他现在与之战斗的可是足以让国家恐惧的怪物 即使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绝对无法战胜对方 在永次郎的不断攻击下 任牙的鬼脑终于启动 被衣服遮挡住的鬼背也显露了出来 他能使出的招式已经全都用过了 永次郎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任牙 询问对方是否还要继续战斗 就在任牙准备弃拳的时候 面前的永次郎却突然瞪大了双眼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不远处竟然出现了一个虚影 他就是永次郎的父亲 任牙的爷爷范马永一郎 永一郎告诉任牙 他相信对方是可以战胜永次郎的 一旁的德川看到这一幕无比震惊 随后他缓缓说出了永一郎的辉煌事迹 曾经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冲绳战役 米国对一座孤岛使用了超过一千吨的弹药 而目标仅仅只有范马永一郎一个人 海上是箭炮的轰击 上空是飞机的炸弹 整座岛都被攻击改变了之后 那个男人却依旧毫发无伤 甚至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破损 于是米国的指挥官 向麦克阿瑟元帅发出了 使用原子弹的许可申请 但是在作战中 只命令到达的那天夜里 这名少将就被永一郎直接干掉 将其尸体深深刺入了战舰的甲板上 最终永一郎用自己恐怖的实力 把船上所有的士兵都吓得屁股尿流 据说他使用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招式 让两千多名船员全部主动跳船逃生 抛弃了这艘代表国家的战舰 永次郎左顾右盼 最终确认他老爸已经消失不见 此时他想起了永一郎曾经最得意的招式 于是便准备使出来让人牙见识一下 犯马永一郎的成名绝技礼服到底有多牛逼 看起来只是单纯地将人当成双截棍来甩 但其中蕴含的伤害却是极其恐怖的 就在刚刚 永次郎看到了自己多年不见的老父亲 他们这对父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但永一郎却有让永次郎都十分钦佩的一招 并以父亲感到骄傲自豪 说吧永次郎便一脚将刃牙踢到半空 独步还以为永次郎要将刃牙荡成双截棍耍 但事实上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随着永次郎甩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刃牙体内的血液不断上涌汇集在头部 脸上的蹊跷成了血液的排出口 映入眼中的景象全部染成了一片红色 面对眼前突如其来的巨大能量 围观的群众不得不迅速逃离 方圆百米之内瞬间就成为了无人区 永次郎将刃牙荡成双截棍不停地甩动 最后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件较为刃牙的半透明礼服 不知过了多久 永次郎终于停止了自己挥动的双手 而此时的刃牙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气 可永次郎却不打算就此停手 他对刃牙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在自己的攻击中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永次郎将刃牙作为武器将整辆货车打翻 然后继续将儿子的身体甩动起来 向着前方的货车狠狠砸了过去 想要唤醒犯马一族的血脉之力 这是刃牙必须要经历的考验 在这一次次的生死边缘徘徊 刃牙体内的犯马血脉正在逐渐觉醒 虽然永次郎把他当作武器攻击 但刃牙总能将危险完美应对 身体的伤势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二人的双手紧紧握住 感觉下一秒他们都可以一起去散步了 然而刃牙这时却说有件礼物要送给老爸 永次郎看到手中的东西大吃一惊 在他使出全力的时候 刃牙还能从容不迫做了个娃娃 此刻这场父子大战才终于要到达高潮 觉醒犯马血脉的刃牙首战即将打响 永次郎率先发起进攻 但迎接他的却是刃牙的一脚 随后狠狠一拳将永次郎打飞出去 二者的情况突然来了的惊天大反转 从永次郎不断暴打刃牙变成了刃牙不断暴打永次郎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不知不觉间永次郎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顶点 脚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继续走下去的道路 所以他才踏出脚步寻找自己的道 在永次郎的眼中 天下无敌也是一种悲剧 当强大到超越极限时 那人生中的光变会被夺走 财富 名声 地位对他来说唾手可得 此时终于出现了可以暴打自己坤坤的男人 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亲儿子 面对刃牙的挑衅 永次郎的战役不断攀升 可他的攻击却再次被任牙躲了过去 犯马永次郎这个无敌的男人终于被打倒了 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恼羞成梦 任牙让永次郎感到十分满意 甚至觉得做父亲是一件幸福的事 此时的任牙也终于承认了自己犯马之子的身份 随后向永次郎再次发起攻击 一拳就轻松将永次郎打飞了竖女 他的头发也跟父亲一样全部竖起来 觉醒犯马血脉的任牙终于能打发永次郎的无聊时间了 就在二人废话连天之际 一旁观战的烧将突然站了出来 在他眼中 这场所谓的地表最强父子大战简直无聊透顶 才刚打上一拳就啰里啰嗦一通 踢上两脚后就又开始你浓我浓的 在烧将的逼迫之下 父子二人的大战再次开启 永次郎全力挥拳打向任牙 而任牙一个翻身就闪了过去 随后他更是用一根手指便轻易化解了永次郎的攻击 在空中旋转的永次郎再次向任牙踢出一脚 这恐怖的威力让任牙脚下的地面都瞬间裂开 二人越打越兴奋 任牙甚至用出了猎海王的招式 用脚趾抓住永次郎的头发向地面狠狠砸下 可永次郎猛然一个侧身 使任牙整个人都悬在了半空中 趁此机会 永次郎狠狠狠一脚踢向任牙 但这一招还是被任牙躲了过去 甚至用双臂夹夹住了永次郎攻击的腿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狠狠甩飞了出去 任牙由于惯性跌跌撞撞地冲向远方 足足出去了数十米才终于站稳 这是永次郎来到烧江面前 对这位让任牙变强的女人 永次郎竟然低头向其表达了感谢 随后父子之间的大战再度开启 虽然二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但是却没有波及到烧江分号 他们意识到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场激烈的肉搏战持续了数个小时 双方的耐力都极其惊人 场外的观众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二人 期待着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 任牙从地上一跃而起 用双脚锁住了永次郎的脖子 可永次郎却没有出手反击 而是任由任牙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此时两人就像是一对普通父子 永次郎带着任牙缓缓向前走去 任牙头一回触摸到父亲的头 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于是任牙从永次郎的身上跳下 用双手紧紧锁住对方的腹部 然后猛地发力将永次郎砸到了地上 可永次郎却依旧面无表情 他刚站起身 任牙就再次发起进攻 狠狠一拳轰在永次郎的头上 但无论任牙怎样攻击 永次郎都站在原地默默承受 这一招将任牙的双耳贯穿 不禁让他想起了自己母亲 被永次郎干掉的画面 地表最强的父子大战拉下了帷幕 永次郎在此刻决定 将自己的地表最强称号让给任牙 就在不久前 任牙还被永次郎贯穿了双耳 随后永次郎的双手再次袭来 将任牙的脸都打遍了心 虽然任牙听不到永次郎在说些什么 但他却能看到 父亲将自己的手握成了拳头 意思是让他听从身体自然出拳 将防御彻底忘却 精神拳集中在如何出拳上面 这一刻父子二人脚下的地面猛然碎裂 地表最强的护殴正式开始 不用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只进行最原始力量的比拼 任牙和永次郎都全力向对方的面门挥拳 这已经不能被称为武术或者格斗技了 就在二人打斗期间 突然有个人从群众里走了出来 然后双膝跪地痛哭流涕 向永次郎献上了最崇高的敬意 而这对地表最强父子的护殴仍在继续 双方都没有后退半步 围观的吃瓜群众不自觉间越来越靠近二人 想近距离亲眼见证这场战斗的结果 场内父子二人都在尽可能探索 有效角度的极限挥拳 双脚也在努力寻找有效的着地点 这一场父子大战通过直播传向了全国各地 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杰克羡慕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展现自己的耐久力 此刻永次郎竟然不再反击 他手掌摊平张开双臂 静静地站在原地迎接刃牙的攻击 而这时的刃牙已经失去了思考 他只是凭借身体本能在不断挥拳 突然永次郎一把抱住了刃牙 迫使妻停下了攻击 永次郎用杀掉任牙母亲的方式击败了任牙 受到如此重创 任牙终于倒在了地上无法动弹 他脸上的骨头几乎全部骨折裂开 耳内的骨膜也被贯穿 身上的肋骨断了六根 可以说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 哪怕是大脑和内脏都有好几处损伤 这场地表最强父子大战 以任牙被击败拉下为幕 就在永次郎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原来刚刚任牙再次发起了攻击 用想象出的虚影对永次郎的侧脸来了一记飞涕 任牙的身体虽然已经无法动弹 但是他凭借意志于想象力幻化出了一道虚影 面对任牙的攻击 永次郎没有丝毫闪躲 只是在默默地感受任牙向自己传递的信息 下一秒永次郎竟然开始原地做饭 将手中的豆腐切成数块 随后在砧板上将葱切碎 放进锅里不停地搅拌 两秒半后 一碗热乎乎的豆腐味增汤就做好了 虽然任牙听不见永次郎在说什么 但他却明白父亲的意思 于是父子二人开始了这顿史无前例的空气夜宵 他们无需对话就能知道对方想表达什么 任牙看着面前的味增汤 拿起筷子品尝了一口 他夸赞永次郎的厨艺还不错 但就是做得稍微有些闲 永次郎拉不下面子承认错误 于是任牙便把汤递给父亲 让他自己尝一尝 听到这话任牙当场就掀翻了桌子 见状永次郎急忙去接住空中的碗筷 可下一秒这些东西却突然消失 这时任牙表示永次郎的面子保住了 永次郎也察觉到了儿子的用意 潇洒承认了为增汤做的事有些嫌 自己刚才确实说谎了 任牙观察到了永次郎心中的动摇 所以他才通过先桌子保住了父亲的面子 曾经永次郎站在弱小民众面前 下定决心要替他们与那些强者对抗 无所谓正义和邪恶 干掉了那些威胁平民的士兵 后来永次郎闯进了米国总统的府邸 逼着对方与自己签订了友好条约 刚才那些跪地祈祷的人 便是之前永次郎救过的弱者 而现在任牙竟然让他这个地表最强生物 站到了厨房里 这已经足以证明任牙的实力 永次郎在此刻决定将自己的地表最强称号 让给任牙 新的一代地表最强出现 见证这一幕的吃瓜群众全都热血沸腾 可任牙却听不到众人的欢呼声 他默默从地上站起来后 表示永次郎曾经说过 从高处向下看对手的人才是胜利者 刚才自己躺在了地上无法动弹 而永次郎则是低头看了他一眼 在那时候自己就已经被杀死了 顿时现场再次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这位新的地表最强刚上来 就发表了自己的败北宣言 地表最强的称号 又再次回到了永次郎的头上 此时德川站出来宣布胜负一分 看完了这场父子大战 老爷子的绝症竟然神奇地痊愈了 地上最強の親子喧嘩 ここに終了